What's up YouTube 欢迎回到Easy的频道 那这期视频呢 又到了咱们一周球鞋开箱时间 那这一次在小桌板上 我们又看九双鞋 直接来先开双这个粘度鞋 开双是什么玩意 Fuck 说不对了 那今天咱们不磨叽啊 Easy也是非常的够意思 我相信很多人的目光 都直接聚焦在了这双鞋上面 所以我们直接先开箱这双 所谓的粘度鞋狼 那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开箱这双球鞋之后 耐心的把剩余球鞋的开箱视频看完 好 我们来直接开箱 OK 就是这一双 Fragment Travis Scott AJ1 Low 那这次开箱呢 我准备分几个部分来讲 那首先这双鞋呢 我会再单出一些视频 做一个详细的评测 以及户外的上脚穿搭 那今天呢 只是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这双鞋的各个部分 首先我们从鞋盒讲起 那最外边呢 有一个塑料保护套 这个是在Nike的联名球鞋里 比较经常常见的一种套路 比如说之前呢 这个阿玛玛尼尔的AJ3 那比较走这种高端路线呢 都会带一个鞋盒的保护套 那这个保护套的都是塑料质地 同时旁边呢 带了两个这个飞翼 能够别在鞋盒的侧面的缝隙里 防止这个鞋盒轻易的滑出 那整个这个塑料保护套上面 都是这个Fragment的闪电logo啊 Nike的Air logo啊 包括这个Travis Scott的笑脸logo 那这个笑脸呢 也是这一次做的一个改进 那之前的这个初代球鞋呢 这个笑脸其实是一个苦瓜脸 是一个要哭的节奏 那这一次呢 是一个要笑的节奏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鞋盒 那这次的鞋盒 我认为是非常精致的 因为正常来讲 Jordan的鞋盒都是黑色 或者是红色 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那这一次呢 采用了一个奶白色 它不是奶油色啊 没有那么黄 它是一个牛奶的配色 那我这个鞋盒上面有一个瑕疵 这不知道为什么印了一块红色的印记 那里边的鞋纸呢 也是算比较精致的 是这个粉颜色的鞋纸 上面也是印满了Nike的Air logo啊 Fragment的跟这个Travis Scott的笑脸logo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球鞋本身 首先这双鞋是一个Air Jordan 1 Low的鞋型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它跟正常的Air Jordan 1 Low有什么区别 首先啊我觉得第一感觉是这个皮质做了非常非常大的改进 因为这一次毕竟是一个三方重磅联名 之前的这个Fragment跟Air Jordan 1就出过一次高半的联名 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次 那这一次呢又加入了Travis Scott 直接就更加的爆炸 那其实我手里的这双Air Jordan Low小Shadow配色呢 这个皮质已经非常的好了 摸起来还是这种啊 你知道是一个质量非常好的皮质 那这双三方联名呢 它摸起来就更加的柔软 我觉得是玩爆这双鞋的 同时最明显的就是外侧的钩子 这个Swoosh换成了一个倒钩 所谓这钩子一反倾家荡产 也足以说明了这双鞋的吵架还是非常的高的 现在可能达到了1300左右吧 我这个size 好 那另外一个联名元素呢 就在鞋舌上面 那右脚的这一只鞋舌的侧面是这个Travis Scott的logo 那左脚的这一只侧面是Fragment的logo 好那第三个联名的元素呢在脚后跟 ok那右脚的这一只后边呢是藤原浩的闪电logo 配合上鞋舌的这个Travis Scott的logo 以及脚后跟部位的Jampman 飞翼logo 就佐证了这双鞋的三方联名 ok那左脚这一只呢 这个下边是这个Travis Scott的笑脸logo 那上面呢不是飞翼logo了 也换成了这个Travis Scott的logo 那加上鞋舌上面的Fragment的字样 以及这个前方的Nike Ear Tag 那也佐证了这双鞋的三方联名元素 ok那下一个联名的元素呢是在鞋的里侧 在这个Nike Swoosh旁边有一个隐姓的上面写着这个 Travis Scott的logo 其实是被这个Nike Swoosh给盖住了一部分 同时在鞋的中底以及鞋面之间呢有一串字符 看起来应该是这双鞋的货号以及一些其他的信息 其实这双鞋带了一个奶油色的鞋带以配合这个奶油色的鞋舌 那除了这个鞋带以外还带了粉色 黑色以及蓝色的三条鞋带 所以还是非常非常的良心 那大部分人来穿这个Travis Scott都会用这个本身带的一条鞋带 那另外一只脚呢配一个这个粉色的鞋带 那也有人呢会全换成这个粉色的鞋带 我觉得无论怎么搭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 那其实啊有好多人啊就在ezy的这个instagram或者youtube下面留言 由于看了我分享这双鞋货量的视频以及一些抢鞋攻略 他们都money到了原价money到了这双球鞋 都是非常感谢我出这些内容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真的你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我会不定期的出这种抢鞋攻略以及holdcob的视频 这样来给你足够多的资讯 帮助你去抢到自己心爱的球鞋 那也有很多朋友呢 之前真的是长时间都没有中国一双球鞋 那加入到ezy的discord group 或者从看了ezy视频开始呢 就陆续的开始中鞋 球鞋的鞋啊 那也会跑到ezy的视频下方呢 来还原给ezy留一个言 我真的是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的频道 好那这双球鞋呢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之后会出一期详细的评测视频 以及户外的圣脑纯纳 请大家期待一下 好我们来开箱下双球鞋 看鞋盒你就知道这是一双sakae 哇这双鞋其实完全没有打开过 这个鞋纸上面都没有折痕 这个鞋实在是太大了 这是13码的球鞋 我的天呐 这么大的脚 如果评目前的各位 如果你穿13码以上 请在ezy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真的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 能够长这么大的脚 ok那其实这双鞋呢 ezy原价抢到了两双 那这双是一个自己的size 那这双纯是抢了个大码做一个投资 能不行看啊 其实在售价值也不是特别的高 但至少Nike有这种60天无条件推货的条款 所以我不介意再把这双鞋囤一段时间 然后看看涨跌 那这双鞋我是觉得 这一次的sakai联名诚意不多啊 因为如果我来做的话 我是不会选blazer low这个鞋型的 blazer mid的才是更香的一款鞋型 我很早之前就告诉过大家 所以这几次的blazer low的联名 其实都倒闭了 而且你拿到实物以后啊 也确实没有特别多出彩的元素 除了这个双鞋带跟这个双Nike 4510 你已经看不见其他的这种sakai的元素了 OK那之前我也是原价 Money到三双这个iron grade的配色 那我也是在一直囤着 那这次又Money到这个始终色 我是觉得这个颜色非常的丑 反正即使我抢到了自己的size 我可能也不会穿 我也是选择会囤一段时间 然后看看市场的走向 好我们来开下一双鞋鞋 看鞋盒你就知道这是一双Undefeated OK就是这双Undefeated Air Force One 其实是这一次联名的 第一个版本啊 就是第一次联名出的这个Air Force 那这双鞋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 因为之前这双鞋一直没有发货 我就觉得被砍单了 然后就跟客服聊了一下 结果他原价退款了我 就这双鞋等了大概两三周 可能还不止两三周啊 结果这双鞋游到了 所以算是白嫖了一双这个Air Force One 还是非常非常地香啊 那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这个收到这双鞋了 如果你看我的后面的背景 也有同样的一双鞋 那这里呢我就不做赘述了 因为EZ之前刚刚出过一次我所有的Air Force One收藏 也是展示了一下这双鞋 做了一个户外的上脚穿搭 那感兴趣的朋友呢 去本视频的推荐区 以及下方的描述区找连接 好那我们来开箱下一双鞋 那这双鞋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了解啊 看鞋盒上面写了一个弧 所以这双鞋呢是IMB弧的一双鞋 我觉得这双鞋巨好看啊 首先这个整个奶油色的鞋面加上一个纯白色的鞋底 同时用了一个这个TIFFANY绿的外底 除了上面带的这种奶油色的鞋带 它也带了一个这个TIFFANY绿的鞋带 整个鞋的里衬呢 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是一个蓝色 那脚后跟呢上面也有一个特殊的logo 那鞋面上呢也是写了中文字 领了清新镜 什么鬼这是 那右脚这一支呢上面写了Nerd 那脚后跟这个部位呢写了一个20 那很有意思啊 这双鞋其实是一个鸳鸯配色 那比如说右脚的这一支 它的鞋里呢是一个橙色 那鞋底呢是这个令人愉悦的蓝色 比北卡丸的颜色稍微浅了一些 这双鞋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啊 我也是给老婆妈你的一双球鞋 她也是非常的喜欢 而且这双鞋我总觉得跟我老婆挺有缘的 我老婆的生日是20号 后边有一个这个20 那之前我也是给大家展示过 我自己的黑色的NMD球鞋 这双鞋其实穿起来非常的舒服 虽然这双鞋是没有内底的 你的脚呢会直接接触到这双鞋的中底 上面也是有这种各种网格 其实不会很割脚啊 因为这个鞋底实在是太舒服了 你是不太能够觉察到这个鞋底的网格的 我是觉得这双鞋如果换上这个 Tiffany绿的鞋带会更加的漂亮 OK那之后呢可能会找一下机会 看看老婆能不能赏脸 做一个户外的上脚穿搭 那今天呢就不再给大家过多的赘述这双球鞋了 反正我是非常推荐啊 因为这双鞋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自己也是穿过 所以才去给老婆妈那一双 因为这也算是她的第一双NMD红球鞋 但是其实我老婆之前有一双 这个普通款的NMD球鞋 她超级无敌喜欢那双球鞋 那双球鞋已经被她基本上穿烂了 应该是她最长上脚的一双球鞋 没有之一 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穿过NMD的球鞋 你可以去店里尝试一下 就先尝试一下普通款 因为这双鞋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号称是世界上最舒服的鞋款之一 好呢下一双球鞋呢 看鞋盒你就知道了 又是一双Undefeated 那我就不完全打开了 因为就是这双Undefeated dunk 可之前也是做过了详细的评测视频 以及户外的上脚穿搭 那你知道去本视频的推荐区 以及下方的描述区找链接 OK下一双球鞋要好好给大家开一下 OK就是我手里的这双Undefeated Five on top Dunk vs Air Force 1 里边的Air Force 1 OK那这双鞋呢 我觉得比上一次的这个Air Force 1 要强的太多了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整体的做工 以及上面的细节 远比那双鞋要多 那其实那双鞋呢走的就是均绿配色 走的是帅的路线 那这双鞋呢我觉得是走这种颜值路线 或者是我觉得女生穿会非常的好看啊 所以这一次呢我直接抢了老婆的size 其实说实话我也抢了自己的size 只不过没抢到 那之后呢我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评测 如果老婆赏脸的话 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户外的这个上脚效果 那这里简单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啊 整个这个鞋面呢 前半部分都是这种几皮的外轮阔 然后填充呢采用的是这种豆浆的颜色 那侧面呢用了一个不同的尼龙材质 那脚后跟的这个部位呢 用了一个光滑的这种皮质 我也说不上来这个感觉啊 反正摸起来有那种你知道吗 就是塑料摩擦黑板的声音 非常的恶心非常的刺耳 那整个这个Nike的Swoosh呢 都是一个蓝色的蛇皮设计 那脚后跟的这个Nike AirTag呢 是一个红色的蛇皮设计 前面这个鞋舌呢是这种豆浆颜色的皮质 同时这个Nike AirTag有一点橙色 或者是有一点粉色的这种配色 整个鞋的中底为白色 外底呢为奶油色 那设计的元素非常之多 而且我认为颜值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双球鞋 我感觉啊 无论男生穿女生穿 这双鞋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很可惜没有抢到自己的size 不然我觉得这双鞋是非常有潜力 可以做一双情侣鞋的 所以搞不好我之后呢 可能会在二级市场淘一双自己的size来 OK那在美国的8月20号呢 还会在Sneakers发售这双球鞋 以及之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dunk 那希望呢我能够原价money到自己的size 那也祝评目前的各位好运 OK下一双球鞋看鞋盒 你又知道了是一双dunk OK就是这一双dunk high的first use配色 那其实这个first use呢 是85年的一个配色啊 大家不要小笑这双鞋 这双鞋其实还是有一定历史的 而且我总觉得这双鞋的设计还是非常漂亮的 尤其是侧面的这个虚线的钩子 我给大家讲过 Nike在dunk的鞋线上很少用虚线的钩子 在个别的这个air force one上呢会采用一些 所以我是觉得蛮稀有的一双旧鞋 但是这一次呢可能是由于货量比较大的原因 导致这双鞋并没有起飞 那我手里的这一双是通过我们自己做的这个Jimmy JazzBot抢到的 那这双鞋是我自己跑Jimmy JazzBot的第二个success 还是非常的开心啊 因为这个代码都是我们自己一行一行写的 跟你花钱买其他人写的Bot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呢也是一直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 给我们的会员去使用 那最近也是出了一个新版Bot 用起来呢更加的方便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instagram DM我 OK那简单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首先整个鞋身呢是以这个正红色为底色 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总觉得红色是非常sexy的一个配色 那这个侧面的Nike Swoosh呢是一个虚线 而且在鞋带上面呢也做了一个双层鞋带的设计 是红白相间的 然后在上面有一个金色的这个鞋带扣 是一个Nike的Air logo 那侧面的钩子呢为正常的Nike的白色S50 不是虚线的 整个鞋的中底呢为白色 外底呢为相同颜色的红色 我感觉这双鞋真的没毛病啊 那我是跑步都抢到的 我直接就没抢自己的size 我抢的是中间段位 我认为我自己的size应该是抢不到 确实是熊猫size 如果我在sneakers上都中不了 你跑这种烧皮棒 那是完全没有戏的 也没有办法 没有抢到自己的 如果我抢到自己多少 我一定会留下自传的 我觉得这双鞋非常的好看 好呢今天要开箱的最后一双球鞋 看鞋盒 你又知道了 这是一双AJ1 OK那就是这一双AJ1 High的Polland配色 那其实这双鞋呢 被好多人称为本年度皮质最好的AJ1 其实这个不瞎说啊 那给大家看一下细节所有的填充部位呢 包括toe box以及这个鞋身侧面 都是这种荔枝纹的质地啊 那荔枝纹呢 其实在AJ1里面就代表皮质非常好 而且确实摸起来很柔软 那包括鞋身的外轮块呢 也都是这种非常柔软的质感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回弹的效果 啊非常非常的棒 摸起来呢 也是这个很buttery的这种皮质 那这一次呢 采用了一个黑黄配色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黄色在AJ1上非常非常的少见 那这一次的黄色呢 反而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配色 那如果你看到跟我手里的这一双 AJ1 mid的yellow toe来比较啊 明显这一双的黄色更正 它更亮一些 那这双呢是偏暗的一种颜色 那如果让我选10次呢 我可能有9次都会选我这双这个AJ1 mid 而且这双mid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鞋型 如果有AJ1 high来采用相同的配色 我会毫无犹豫地冲一双 那至于这一双 我会不会再重一个自己的size呢 我现在有点纠结啊 那首先我手里的这一双是一个成人的4.5码 我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成人尺寸 跟GS版本有一段的重叠 比如说3.5到4.5的段位 那成人版本的做工以及材质会远比GS的要好 所以有好多女生呢 虽然她是4.5 她会买这个成人尺寸 因为皮质啊做工啊毕竟会好一些 但是呢成人尺寸的个别小码 它的这个货量是非常非常低的 也就导致了这双鞋的价格会非常的贵 那我拿手里的这一双4.5 去换一双我自己的size 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好多时候GS版本是不带额外的鞋带的 由于我手里的这双是成人版本的 那这个额外的鞋带呢 基本是标配 那这一次也是带了白颜色跟黑颜色的鞋带 虽然我认为啊 还是这个原来这种黄颜色的鞋带更好看 那其实有很多朋友加入到discord以后呢 会利用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 或者是大家互相分享的一些抢线信息 抢到了多双这个球鞋 那好多人可能抢到6双 甚至7双都是原价money到的 也没有用Bot 所以加入到discord的股份呢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种获取信息的途径 我不是在给自己打广告啊 那这个群里现在已经有200多人了 我是真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进来 因为大家每天一起money一起w 还是非常非常过瘾的 那有的时候呢 你没有money到 你看到别人money到以后 你通过别人对这双鞋的评价啊 皮质啊 这个穿搭效果啊 会同时给你种草或者是拔草的一些球鞋 那这些都是你单打独斗 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体验 好 今天视频有点长啊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看得很过瘾的话 请不要忘了给Easy来一个素质三连 点赞 转发 加留言 take easy peace skrskr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